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就跟江泽民同台 习近平跟江泽民同台 29号面对李鹏那天 是江泽民上一次跟习近平碰面之后的21个月 法新社给算的数 不是我算 你说为什么 大家说为什么 三个七早跟大家说过 三怼上是最高的 天地人 嘿 你 我跟你讲 他早在四月底 我们就跟他说 跟大家说了 走不出样了 他就这样了 劝大家从中 事情发生任何事情 其实你心里要明白 都是过程 就像铁轨一样 他出了轨就翻车 他出不去了已经 连搬刀叉的都搬完了 为什么 死路一条了 过了28号 连搬刀叉都没了 那贸易战曾经是生路 今天没了 原因就是基本谈崩了 7月30号 你看7月29号 他给自己定了格 7月30号 美国的贸易代表 跟财长来到了上海 在这一次的谈判 是他第12次 BBC这么报 华尔街也这么报 我没数 他是第12次 从北京移到上海 习近平承认自己 在过去一年的贸易谈判中 是完全失败 没有捞到任何政治上的分 所以就干脆 没有政治含义 让他上上海谈去了 上海西郊宾馆 用的房间呢 用的地方呢 是1972年 周恩来跟尼克松 见面的地方 你给人讲故事啊 那老爷子73了 他一生都是故事 老爷子什么都不要 你跟我讲什么乒乓球 什么周恩来 关我一根毛事吗 所以那共产党那个官 就是这个王虎宁出的主意 什么人之出性本恶 对不对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那当初 那个人怎么拿起的屠刀 这就是 那个人为什么拿起屠刀 这是王虎宁成功之作 那是什么 就是一个比浑蛋还浑蛋的东西 这是诡辩论 偷换概念的诡辩论 那是马克思辩证唯物论的精髓 人之出性本恶 这块肉下来 它是恶的 而在这块肉产生之前 它是产生在伊甸园的 骗了中国人 骗了这么多中国人 就这一句话 习近平呢 就怼在这句话上 就给人讲故事去 那老爷子你讲成 他才不听你那个的 人家人一回来 31号回去的 1号川普加税 3000亿中国进口产品 加征10% 给我讲故事 乒乓球 我打高尔夫的 乒乓球你有病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 贸易战升级 人民币汇率暴跌 现在所有欺碰其了 其实不是什么 所有欺碰其了 他属蛇的 这是他一出生就定 人民币一碰其 人民币一碰其 就蛇打七寸要他命 回过头来 回在他命里的本身 我说他身边又给他算命 你看王沪宁什么都不信 边上有一个什么都信的 很可能 中共的大官 在他的身边都有这 当年的毛泽东有 当年的其实这个 蒋介石也有 原来那多少年前认识一个人 他的叔叔是蒋介石身边的 那个人现在有没有我都不知道 但他的叔叔是干干这个 那那个人比我大不少 就是修老道的 你看那人长的样就是老道 咱就说这意思了 所以这是在昨天 川普听完贸易代表汇报之后 立刻在记者会上 先发的推文 然后大概在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他去辛辛那提去进行大选的这种集会 之前跟记者就这么说了 大概半个多小时 结果他就说为什么加税 他说加税的理由 习近平骗了他 他还这么说 习近平是朋友了 但是有点不太地道 这个他 你说他要达成协议吧 他撑 他非要耗到我明年大选给我选下去 那老头子就这么说 非要明年大选给我选下去 他不可能啊 那我要上来 不是就更惨了吗 他当初跟我说 一个月前跟我说 他要买农产品 他到现在一分钱没化 他跟我说 在去年底 去年底 其实是在阿根廷的峰会上 他跟我说 要截止到 叫泰芬尼 就是个毒品 泰芬尼的这种镇定作用 超过马飞的二十倍 起码超过二十倍 所以就变成了毒品 他说美国几千人死在这东西上 结果他一点也没干 他什么都没干 他蒙我 然后他说挺客气 蒙我 那可能有他原因吧 他也可能不要这个 他也可能不愿意达成协议吧 他不达协议也无所谓 中共国骗了我们二十多年 二十年了 他其实指WTO了 那每年几千亿的钱 他们就给收走了 我现在加关税 我得把那钱要回来 什么乒乓不乒乓 什么尼克松不尼克松啊 共产党真是有病 我跟你说真的是有病 所以当他加税之后 人民币一个小时 他说跌了四百点 不是 一下跌了六百点 他那天上下拉了大概七百点 星期五的北美的早晨的时间 我刚才看 已经突破了六点九七 已经接近六点九八了 六点九七九五大概是 接近六点九八了 破七就完蛋 破七这个数到了 破了七就剩下一个舍打七寸 舍打七寸不就死了吗 所以这是他的命 他死了 共产党死了 什么都不死了 万劫不符 再劫难逃的二零一九 这里讲的基本上是讲人币了 他当时就一个小时 唰就上去了 而就在川普加税的前一天 美联储突然降息 这过去的几年里都是加息 突然降息 降息了百分之零点二五 一个quarter 那降息美联储的主席 鲍威尔就说 我这是临时性的 而降息的本身 川普一直责怪美联储 责怪美联储 说美元太硬了 所以大概前后经历了两个星期 恰恰就在前一天 七月三十一号 美联储降息 而市场的反应呢 降息本该是美元软嘛 结果美元却 哗就涨上去了 就给了 同时给人民币压力 那他降息了 也就说在市场的范围内呢 美元就比较这个 就是他美元的货量就会大 他就得迫使人民币 你降息不降息 因为那他降息等于 美人币涨钱嘛 人币涨钱 你怎么出口啊 东西贵啊 而在香港 香港的港币 跟这个美元是挂死的 拿绳子给拴上 所以美元降 港币就降 美元升 港币就升 他自己不动 他给拴死了 他一拴死了 那人民币跟港币 就出现了较劲 香港现在闹到这份上 星期一要全市大罢工 所以他就很难吧 那如果人民币在降 他现在人民币是跟着降 一破7 我心里说的 那个数就到 那个数就到 破完7 就胜舍打7寸 很快的 说实际心里话很快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介绍 川普现在已经完成了 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 加征关税的任务 他现在加了10% 9月1号开始执行 他也明确讲 如果你觉得不合适 我就给加到25% 你觉得不合适 我就加到25% 他的责怪就是 谁让你人民币这么贬值呢 他是这么个说法 而这个习近平在星期二的时候 刚刚开完政治局会议 说中国要扩大内需 你就多买补药呗 中国大陆的男人都慎虚 你买补药不就得了 对吧 吃腰吧 吃哪补哪 这就是今天中国面临的环境 所以会发生什么 咱们走着瞧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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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